OK 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用户管理这块 一个我们称之为扩展的一些知识点 一个是Log Shell 一个是Login Login Default 一个是Sudo 三个概念 首先这个Shell这个东西呢 好多人其实不明白的 我们来看一看啊 现在呢我新建一个账号 我现在找了个讯息机 因为我不敢使真服务器啊 那个搞坏的话 你们就看不成视频呢 我们建一个用户 我看看一个用户存在不存在 Alice Yes不存在了吧 新建个用户叫Alice 这个时候 它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事要 我给它一个密码 简单一点 1 1 是吧 然后我再建一个账号 叫做什么 Jack 后面是Sbin NoLogin 注意 S是不是Shell 这玩意儿放到用户的前面 也可以 是不是 很多时候选项放到前面可以 但是不能这么放 不能把S光放到这 他俩是 一起的 他俩是一个队伍 你不能拆散他俩 是不是 好 现在 哎哟哟哟哟哟哟哟 那没关系 我们再选一个用户 选一个人 Tom吧 OK 这个时候两个用户像是不一样 那我们怎么看这两个用户呢 Password 我先给他个密码吧 1 1 怎么看这两个用户呢 可不可以Tail Tail最后一行 最后几行 两行 EDC Password 因为我们很清楚 新用户一定在尾巴上出现 是吧 来 你们看看 一个用户的笑是 并下的Bash 一个用户的笑是什么 SB Norlogin 好 记住啊 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个东西 很多人用了一辈子都不知道 到了这个笑在这是干什么的 OK 那今天你们就知道了啊 那个先试一下这两种笑 怎么试呢 第一种 笨办法就是 注销 是不是 注销 就是 反正是要登录一遍 没有吗 笨办法啊 看我视频的时候 不要过早点评 因为我 你想到东西 我也想到了 后面其实还有 OK 好 我们哪个用户 没有列出来 哪个用户 先来一个正常的吧 这个叫Alice吧 密码是什么 一 各位 现在这个用户 OK 可以了吧 是不是可以 可以登录 好像还没有出来见面啊 嗯 可以登录啊 而且他打开的程序 你看 打开的终端 他这个打开的 是不是就是什么 打开的share 是不是就是 并下的Bash啊 然后他可以对系统 进行一些管理工作吧 尽管他的权限 显得不是那么大 那又怎么样 那然后我们再注销一下 好 后面这个是一个Vacom啊 咱就不管了 好吧 然后注销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叫叫叫叫 叫Tom 没错 好 请大家注意来看啊 Tom 你们心里有数 Tom是个什么 Tom是一个Lologin 他 哎呀 没进去是吧 是不是他没进去啊 对啊 他没进去 他没有share 他没办法去执行那些程序 因为很多程序 都是靠share去执行的 那就算在那个黑色界面下 这里呢 就算在那个黑色界面下 也是一样 在这里其实呢 有一些快捷键可以按的 就是Ctrl 就是Ctrl out键加 比如说F1 F2 看 F1回到了 我们叫图形终端 F2是什么 文本的 F3 文本的 就是Linux是可以 如果你坐在电脑跟前啊 你是可以按Ctrl 奥特加F1 F2 F3 F4 F5 F6 去切换什么 终端的 你们现在其实都可以 明白吗 但是这个只限于在电脑什么 跟前 所以意义呢 不大 我只是说一下 来 我们先使用什么招呼动路 Alice试一下 密码是1 Yes 打开了什么 告诉我打开的是什么东西 它执行的是什么程序 Alice执行的是什么程序 是不是就是并下的Bash这个程序 所以现在是不是能够管理系统 来 这个是终端机呢 TTY命令是能够显示你当前的终端的 我在Ctrl奥特加F2 然后使用什么登录 TOM 密码是1 看好回车 它没有 对不对 无论是本地还是远程 它都登不上来 明白吗 它都登不上来 那如果登不上来的话 是不是就不存在 能够对你的系统进行管理啊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种账号 有什么用呢 这种账号 当然有用 密码是不是1啊 密码 root密码不是1 稍等 片刻 好 各位看 除了它以外 别着急 各位 我们还有一些方法 也可以来测 就是我们马上会讲到的 切换用户这个命令 杠 后面加上什么 Alice 就把身份切换成什么 Alice 切过去没有 切过去了吧 来我们退出 再将身份切换成什么 TOM 那不好使 因为它说这个账号是不 无效的 对不对 没有吗 也就是一句话 如果说一个用户什么 如果一个用户 不能叫没有 谁说没有啊 它是不是SB下的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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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 是这个 应该说是一个不可用的 效 它有啊 对不对 你们常规的 是不是一般是 这个叫 B下的 Bash 因为我们用的就是Bash 那如果给用户一个 SB Low 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什么 没有用的效 那么这样的话 用户是无法什么 用户 无法 登录 系统 从而实现什么 这实现对系统的管理 无论是本地远程都登不上来 因为没有效 对不对 那么这个账号 我们刚刚讲是干嘛 有什么用 这个账号 这个账号的作用有好多种 比如说干嘛 能够去运行进程 仅仅是什么 比如说运行进程用 能听懂吗 大家看到 我们现在这个 这台服务器上面 有好多的 有好多的什么账号 往下走一点啊 你看 是不是有好 有吗 看是不是这账号 有好多的账号 看 他们实际上 lowbody是吧 还有gdm 这些账号实际上都没有效 没有吗 他们的 这个账号的目的 就不是为了去实现 所谓的系统管理 仅仅是什么 作为表进程的启动 每个进程 是不是要有一个启动者 作为进程的启动用户存在 还有一个呢 比方说作为运行进程的用户 仅作为运行进程用户 还有什么 比如说访问ftp的用户 也就是说这个账号 他虽然说不能登录 但是他可以用来干嘛 启动进程 访问什么 这在我们看来是安全的账号 对吧 就一句话 如果说你不打算让这个账号能够干嘛 能够去实现实现管理 这个他就能够登录系统 是不是 实现什么 实现管理 他能够登录系统 是不是 那么一旦用户能够登录系统的话 这个 如果这个账号 听好了 如果这个账号不是必须要登录系统进行管理 千万大家注意 尽量给用户一个什么效 一个是不可用的效 在我们看来呢 这种通过这种方法建立的用户是什么用户 是一种 我们称之为一种 安全的 用户 是不是 一种非常安全的用户 当然这个系统 这个用户了 我们说过只能干嘛 只能 肯定是不能够去管理系统的 那么各位 你觉得你的系统上面 你建的那些账号是不是应该尽可能的使用 是用户登录以后运行的什么 第一个程序 不一定是什么 是 也不一定是什么 你看啊 大家看一件事情啊 我不能在这操作是吧 我在这操作 这个mini还记得吗 关机mini 提过吧 好 这是不是一个程序啊 看好了 打开edcr的什么 password 我将alice的那个什么 是要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关机mini 那就相当于alice只要一登录就关机 能听懂吗 各位 不相信是吗 让你见识一下 看好了 我切换到黑色终端 能看到吗 然后叫什么 alice 密码是1 啊 没关吗 还是alice根本就关不了啊 没有 没有关了啊 没有权限 那我们给root吧 好吧 上不去怎么办 这现在先不管上不去 上不去的问题了 是在哪个地方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mini字 哪个地方 可以像上面那样 位置一下 usr下的sb 超级用户吗 是吧 执行的poweroff命令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文件 给这个超级用户一个 usrsb下的什么 我现在做的是一个极端操作啊 我们不一定poweroff 可以reboot吧 可以重启啊 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现象是什么 一登录 就重启了 然后再登录 是不是又重启了 这挺好玩的 这个啊 不好玩 看着啊 root 密码是 这个回车 哎呦 现在关不了了 很尴尬啊 看来期限做的已经 7和6做的不一样了 是不是slinux开着的原因啊 我关一下 看 保护好强大 现在 现在在那个 关了 好 因为呢 这里面呢 有一个很高级的机制在开启 所以呢 你可能刚才没看到那个效果 这个机制叫做 selinux selinux 这样的一个机制 但是我想说的是 在生产环境当中 99.9%的人都会把这个机制关掉的 因为它太麻烦 它保护的太严格 就像你 你爸 你妈 你去厕所 他都要管一样 你受不了 然后你就逃脱了 嗯 先闭管设置为几吧 我刚才做了一个小实验的时候 是这样做的 是set enforce 0 我只是 敲了一条这样一个秘密 我把用户的效 设置哪个 是要的刚才 我把用户的效 设置为了 usr下的 sbin下的 power off是吧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 一个现象没有 sr是什么东西 优户它登录成功以后 执行的第一个程序 对不对 你给它bash 那它就执行什么 登录 bash 打开一个bash程序吧 你要是给它一个power off 那它就敢power off 对不对 再开 是不是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那你要敢给它一个叫什么 我们wish一下reboot 在哪 差不多 你要给它这个usr sbin下的 你咋不给它一个扇根呢 对不对 总之 效 用户效是什么 我再问你们一遍 它是用户登录以后执行的第一个程序 一般正常的人 给它是什么 如果说想用户登录 那就毫无疑问 应该给什么 bash 如果说你不想用户登录 仅仅作为一个进程的账号 或者是访问FDP 或者邮件的账号 那你安全就能给什么 所以大家以后见到我敲这个命令 以后不要说老师我没看懂啊 以后我经常会敲 我说同志们我们建个账号吧 我们建个账号叫做3w好吧 叫什么 sbin下的login 有人说老师我看不懂 那我就不管你了啊 懂你懂吗 基本上我在建账号的时候 我有这个原则 我如果没打算 这个账号干嘛 能够登录管理 我一定给他一个login 以防止各种可能的问题隐患 有同志说 老师别怕 就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用户上来了 他又怎么样 好 我想说的是 在三多S五和六的年代 黑客有超过十种方法 把那个权限从普通用户 瞬间变成超级用户 没有吗 他运行一个程序 那七是不是也不敢保证啊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锁上门 只让了一些该什么 该进来的人进来是不是可以了 所以我们要严格的 严格的把守这道关口 换句话说 各位看 有一条命令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grap 以什么 以bash结尾的 明白吗 从EDC里面找到 以bash结尾的 一看 哇 这么多 这可怕啊 这个是不是 root我就忍了 怎么还有tom 还有呼呼 还有羊 还有u301呢 赶快把他们那些不该用的用户 什么给他们改过来 能没有吗 所以尽量不要去 那啥 招惹这个 这个东西 好 这条命令呢 能不能懂吗 好 就是过滤一下什么 以 对这么讲啊 就是 有这个bash的人 都是可怕的 是不是 他们都有机会 登陆啊 明白了吗 好 各位 关于sail这个能听懂吗 sail是什么 sail按照我们的理解 按照我们的原始的理解 他应该像bash那样去 管理系统 解释 解释我们的命令吧 给内核吧 但是 分两种情况 第一类 你是希望这个用户能管理吗 希望的话给正常的bash 对不对 不希望给什么 no login 不要犹豫 不要疑惑 好吧 尽管书上或交案上 可能在欠这个账号的时候 没有明确说sb no login 你给了绝对是对的 好吧 这是一种安全的一种 机制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 这个shail 它实际上是用户登录以后 执行的什么 第一个程序 那么 有些人会 那个做一些恶作剧 比方说 把那个shail改成什么 reboot 或者poweroff 这样的一些秘密 那么用户登录以后 很自然的就执行什么 刚才那个adits之所以 没有关掉的话 也是可能是因为 slinux开着的原因 ok slinux关掉的话 你们可以临时的 临时的像这样去测一下 临时测一下 我们最后会 会让你看到 在生产环境当中 实际上什么 都是关掉的 明白意思吗 好 这是low show 能看懂吗 各位 能看懂啊 好 扩展知识2 你们还记得吗 我问你们 我说能不能把加密算法改一改啊 能啊 还有呢 能不能够让用户创建完以后 就直接是什么 low login啊 免得我再什么 再改一次 那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哦 现在东不上去了吧 现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